1946年,解放军打了一场赋予仗 这一战中,蒋介石的王牌美械师团全军覆没 大量先进的装备也被缴获 一只陈毅元帅都幽默调侃到 老蒋又来送武器装备了 那么,拥有精良装备的国民党方面军 究竟为何会招致空前惨败? 我军又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 本期,就为大家讲述 鲁南战役背后的故事 1946年末 此时解放军的战事正处于胶着阶段 12月 蒋介石派出名将薛岳坐镇 兵分三路 打算围攻我军在山东解放区的首府 林仪 为达成战略目标 国军第26师 第一快速纵队 51师 77师这几支装备着美谢的精锐部队 全部出征 而其中总兵力达到一万余人的第一快速纵队 更是蒋介石称之为嫡系的核心王牌 26师师长马力武甚至还狂妄地表示 敌人想要打垮我 至少要等上一百年再说 面对如此强敌 刚刚取得速北战役胜利的我军 打算乘胜追击 再打一个大的歼灭战 全歼26师 第一快速纵队等国民党军队驻山东的主力精锐 为达成战略目标 我军派出了陈毅 素玉 陈世举亲自指挥 部队包括第八 第九 第十师和第四师一个团 及滨海警备旅 卤中军区炮兵团 以及第一纵队 第一师共27个团营战 12月月底 我军已在预定的点完成了集结 战斗即将打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师共同・患家 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师对 Bj纲盛 集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盛局之时 敌人出现了激烈的反抗 开战节节胜利的我军 最终还是领教了敌军机械师团的威力 到了激战的第三天 从我军突然袭击中反应过来的敌军 靠着成群截队的坦克横冲直撞 而我军因装备的劣势 只能利用手榴弹进行有限的反制 第四天上午 我军在对敌第一快速纵队发起进攻时 突然变化的天气 也为我军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这一天 原本晴朗的天空风云突变 开始下起了暴雨 恶劣的天气 不仅让敌军唯一优势的重型坦克深陷泥潭 就连飞机也难以穿透厚重的云层 在狂风暴雨的战场上 敌军最大的优势 坦克和车辆 均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我军士气昂扬 顺势对残余的第一快速纵队发起了穷追猛打 战局的突然变化让敌军慌乱不已 他们先是想从公路逃跑 但我军早有准备 战场附近的公路均被我军炸断了 慌不择路的第一快速纵队 只得从旁边的泥路逃跑 我军指挥官果断下令 继续猛攻 直到把敌军都赶到漏之湖的泥坑里 一时间 国民党的坦克四处乱窜 后面我军一路紧跟 并投掷着如暴雨般猛打的手榴弹 最终 把这支坦克部队 全部赶到了暴雨后的泥泥里 这下 曾经国民党方面军不可一世的美式机械部队 在烂泥坑里彻底变成了乌龟壳子 之后 我军轻松歼灭了丧失战斗能力的敌军 这批先进的机械化装备 也被我军所缴获 总计打坦克24辆 美制榴弹炮48门 各种汽车475辆 至此 到了1月4日下午 在短短4天的作战中 黄望而轻敌的敌军精锐26师 与第一快速纵队 已被我军完全歼灭 总计4万余人 鲁南战役的第一阶段也宣告结束 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迅速溃败 让包括77师在内的国民党第33军大感不妙 并迅速后撤之运河以南固守 战局的变化 让肃毅将军意识到 原定的大规模歼灭敌军主力的战略目标 已经较难达成 遂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同样兵分两路 左路纵队第8师 第9师负责攻取异线 右路纵队第1师负责进攻早庄 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整后 我军左路纵队的第8师第9师在陈氏举将军的指挥下 于9日晚 正式发起了对一线的进攻 鲁南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战斗打响后 我军团结一致 严密执行作战部署 在高昂的战斗意志加持下 一线的战斗也十分顺利 经过一天的战斗 一线的城门就已被我军击破 10日晚 我军大部队进城 被残留敌军进行向战 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搏斗 残余敌军也被完全剿灭 11日凌晨 我军完全攻克一线 取得了左路作战的胜利 在这期间 还有一件事颇为讽刺 那个耀武扬威的敌军师长 马力武 他跑回的老家就在一线 此时 他的26师早已全军覆没 而他却依然浑然不知 并最终被我军活捉 左路纵队顺利进攻一线时 右路纵队第一师对藻庄的进攻也开始了 然而在藻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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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昂战国也更加丰厚 歼灭国民党方面军多达1.8万人 俘虏3.6万人 取得了自解放战争以来 一次作战兼敌的最高纪录 同时 新生的华东野战军满载而归 缴获了大量老蒋送来的美式精锐装备 而这批装备 帮助解放军建立起自己的特种兵战队 经此一夜 我军彻底挫败了敌军攻占01的险恶用心 在山东战场的战局 已彻底扭转 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我军充分吸取这次胜利的经验 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